周五美股继续上涨 本周标破败指数已经连续第五周上涨 并创下自7月2日以来最大的周涨幅 道指和纳指本周涨幅也均超过2% 截至今天道指已经抹平今年全部跌幅 目前美国科技股的主导地位 是该板块跨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美国科技板块的市值已经达到了9.1万亿美元 首次超过了整个欧洲股市的市值 而在2007年欧洲股市的规模曾是美国科技股的4倍 当前美国股票市场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的科技股上 这令一些市场策略师感到担忧 在今年1月份 苹果 微软 Alphabet 亚马逊和Facebook 这五只大型科技公司占标普败指数的17.5% 而在疫情期间 这数字已经大大超越了20% 苹果公司本身市值就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元 虽然美股保持上涨 但是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率并不像美股那样表现强劲 数据统计 自三月份以来 只有不到一半的被临时裁员的美国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且收入往往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并且越来越多的临时性裁员将转变为永久性失业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